现在时下年轻人在网络世界中关心什么在意什么呢 基务商工学子分组讨论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主题 从电玩产品的分析 网络用语的类型 对数位中介法的看法 还有远距教学的美丽与哀愁 这些主题展现自我的思索价值 比照谈话节目的模式 将科技资讯与媒体素养发挥得零零尽致 我喜欢第一人生视角 像是FPS系列的策战樱或是决胜时刻 因为这类的枪战游戏像素做得越来越高 画风也越来越精致 一开始对电视台没有什么概念 然后今天看到这个场景觉得哇好大 觉得很不可思议 然后自己会来到这种地方 让我知道上台多不容易 然后我学习到很多上台的基本知识 之前都不知道 但现在知道很多 中家宽评 吉隆 不只有线电视业者而已 还有专业的新闻制作团队 跟摄影棚相关设施 透过体验媒体作业的流程 让吉隆电视能善尽在地媒体的企业责任 共同促进媒体试读的工艺教学 我们也对这个电视台部分 也是一个门外汉 然后让他们体验到电视台一个拍摄的困难度 专业度等等之类的 然后也跟我们的那个资讯的主题 做一个结合这样子 相信他们的收获应该是蛮多的 感谢中家很捧场 很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再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带更多班的学生来这里 那其实现在应该说除了跨领域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在学生的分组学习上面 那其实这一次的议题 也让学生去做了一些分组的讨论 那也是比较受用的 金融商工推动生涯探索不遗余力 安排学生透过实地参访 体验在地的 金融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了解节目制播 每个环节环环相扣的重要性 中家学院赞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